第四十章,夜半银盘大雾遮天,天明城下空无一人。 魏宝山三人尾随着袁崇焕的大军一直跟到了冀州。 冀州在天津北面,燕山脚下,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。 春秋时期称吴忠于国,隋代为于阳俊,唐代改称冀州。 明朝,冀州为九边之一,战略地位非常重要,是当仁不让的军事要塞。 魏宝山三人等到黄太极大军赶到时,赶紧到帐中秉明情况。 听闻袁崇焕在辽东的一系列的遭遇后,黄太极终于笑了,连夸魏宝山几个人是功不可没,要重重封赏。 帐内除了黄太极和魏宝山三人,还有范文成,大贝勒戴善,三贝勒芒古尔泰。 黄太极还在路上时就已经得到了消息,知道袁崇焕已经先自己一步赶到了冀州城。 黄太极心里感叹,不愧是袁崇焕,真是兵贵神速,来得可真快,路途遥远,竟然还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 大家坐在帐中商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。 芒古尔泰拍着胸扑说,汉王,袁蛮子大病未遇,那些人又千里奔波,人困马伐,我十万大军一走一过就把他干掉得了。 黄太极摇了摇头,你以为袁蛮子的头说取就能取吗?就算能取,我们也不能去取。 芒古尔泰一听,瞪了瞪眼睛,粗声大气道,那是为何? 范文成一旁赞道,汉王用兵如神,比之诸葛孔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黄太极看了看范文成,微笑道,什么都瞒不过文成先生。 芒古尔泰索又看了看,有些不解,便问范文成,你们在打什么哑谜? 到底是怎么回事? 范文成孝道,三贝勒,孙子兵法,中奖,服用兵之法,全国为上,破国赐之,全军为上,破军赐之,全旅为上,破旅赐之,全族为上,破族赐之,全武为上,破武赐之。 事故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也,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 正所谓功成为下,功心为上。 黄太极点了点头,我们杀了袁崇幻并不难,但是一旦他死在我们手里,他就是忠臣,便会激起明君的疯狂报复,到头来,所有的怨气都会发泄到我们头上。 本王一定要让崇祯亲自杀了他,让他们自相残杀,窝里斗,这样,军心涣散,乱成一锅粥,我们自然可以不战而胜。 在场之人无不赞赏地点了点头。 戴善道,汉王高见,只是如何让崇祯杀了袁蛮子呢? 那个小皇帝对袁蛮子可是信任有加呀。 黄太极看了看魏宝山三人,笑道,那是以前。 现在,崇祯已将刀架到了袁蛮子的脖子上,可以说是一触即发。 先是我们广躁和谈言论,又借袁蛮子之手斩杀了毛文龙,接着我们主动退让了三十里,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辽西, 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,本王就不相信那个小皇帝还能沉住气。 芒古尔泰哈哈大笑,这袁蛮子估计死了都不会瞑目了。 要说宝山他们真是好样的,不愧为大金第一风水师干得真漂亮。 黄太极也赞赏地点了点头,现在,我们还得再帮崇祯一把,把袁蛮子的脑袋再往刀里推一步。 我们不打几周,不和袁蛮换交火,再绕过去,只是有件事还得听听宝山他们的意见。 魏宝山一听,赶紧跪倒,小人不敢,有事请汉王吩咐。 黄太极摆了摆手,让魏宝山赶紧起来,用不着这么客气,他只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, 可以在袁蛮换眼皮子底下溜走,又不让对方发现的妙计。 魏宝山听后,皱了皱眉头,要说是一个人悄悄地溜走,还有可能, 这十万大军要是悄无声息地寻走,确实有些困难。 想来想去,看了一眼杜拉尔果果,然后冲着黄太极说道, 回汉王,眼下这里视为荒野,要想迷惑住对方,以风水之术来看,实在有些为难, 毕竟这里不同于屋宅,气场广阔,不好控制。 不过,我倒是有个办法,只是没有十足的把握,担心万一被对方识破,恐坏了汉王大计。 黄太极摆了摆手,宝山,但说无妨,大家一起商议。 回汉王,风水树中有一种阵法,称为黄泉井。 此法可以把无形的阴气或是阳气圈在固定的范围内, 使气场横稳不变,就像是用强把水围住一样,一般用于孤寒之穴或是独居之所。 只不过,现在这里是荒郊野外,十万大军的营盘实在是太大了,没有把握能成功。 所以我还要请教国国萨满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一下这里的气象, 尽量影响城中观望之人的视线,或许可以瞒天过海。 改变气象,皇太极有些不解,魏宝山点了点头,最好是下午。 哦,皇太极点了点头,这才明白魏宝山的意思, 毕竟十万大军的营盘绵延极里地,短时间弄出这么大的动静,实在是有些困难。 如果有误,视线受阻,只要在视线范围内布阵就可以了, 无疑胜算会高出很多。杜拉尔,国国一愣,想了想,点了点头, 汉王,我愿意试上一试。 好,大金有你们二人在,有所视而不恐,真乃大金的中流砥柱。 皇太极命八旗兵在冀州南边扎下营盘,摆出了一副攻城的架势。 袁崇幻站在城头,看着几里长的金兵营帐,抬头看了看天,眼看着天就要黑了, 如无意外,明天天一亮,必定就是一场血战。 当夜,魏宝山和马伯通带着石人的小队,悄悄绕出了营房,直奔左右的山岗。 黄泉井原本是风水上一种用于扎宅力学的阵法, 如荒山辟野中建所孤宅,四下巨市荒野,煞气冲宅, 宅内自然不会太平,经常会有意外之灾。 所以,在修建时,需要在宅基地的周围, 寻到此宅的八煞黄泉位,定以石桩镇住宅气, 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,使煞气自动被屏蔽在外。 八煞黄泉是风水上的一种术语,又称八路黄泉。 讲究耕丁昆尚是黄泉, 以柄虚防驯水箭,假鬼向中修箭根,新人水路趴当前。 风水之煞,有来龙八煞,坐山八煞,客向八煞, 水口八煞,择日八煞,沙风八煞,凹风八煞,水法八煞, 地之八煞等,风水一道,悬之又悬, 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,赞不多言。 黄泉吉案魏宝山的意思,把银盘扎成了箭头形, 一方面呈冲锋之阵势,一方面也方便魏宝山行事。 不过就算是这样,这也比屋宅的面积大了上百倍。 魏宝山不得不把范围扩展到了两侧五百米左右的山岗之上。 砍龙昆兔镇山猴,迅击前马对蛇头, 更虎离诸为要煞,木宅逢之力便修。 魏宝山心里默念着口诀,按着银盘所扎方位, 银盘在砍位,而煞位急在陈方,一边走, 一边叫对着方向,这十余人总算是摸上了山岗。 魏宝山伸头看了看银盘中心故意点起的火堆, 站在山岗上,撑开八卦金刚伞,看了看方位, 确认无疑后,挥手叫过这十个人, 让他们分两组,赶紧挖土, 一个坑深八尺,一个坑深六尺,坑口二尺三左右。 如果挖坑时挖到椅窝,树洞,树根, 哪怕是大块的石头,都要把坑填平, 然后平地厚一三尺,重新再挖。 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 山岗上别的不多,石头,大树有的是, 免不了挖出些石块或是树根来。 这十几个人忙活到大半夜, 差不多挖了二十几个坑, 最后总算是找对地方, 一挖到底,顺利挖成了。 魏宝山看了看, 赶紧让这些人把事先准备好的麻血, 猪血全都灌进了这两个坑, 直到血不再往下渗了。 这才把削成尖的两根胳膊粗细的树干, 扎进了坑里, 高出地面一尺后,用土给埋了。 看了看时间, 刚好骇尸三克,赶紧悄悄地又返回了营地。 正中央的大帐已经腾出来了, 杜拉尔, 国国一直在等着魏宝山的消息, 见魏宝山回来了, 赶紧准备做法。 大帐内只留下一盏灯, 帐内昏黄, 一张桌子上摆满了祭祀用的牲畜, 带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。 杜拉尔, 国国抽出一捆箱, 点燃后拜了拜, 然后插在了面前的香炉上。 右端起酒碗, 用右手的无名指站了站, 轻轻地朝着空中弹了一下, 重复了三次后, 伸手抄起那面撒满鼓, 抡起鼓边重重地敲了一下。 鼓声低沉有力, 节奏由缓便急, 杜拉尔, 国国边敲边跳, 跳着跳着, 口中又念起了奇怪的咒语。 魏宝山和马波通站在营帐之外, 守着帐门, 不让闲人打扰, 心里除了紧张, 就是担心。 杜拉尔, 国国前几天伤得实在是太重了, 已经伤到了命魂, 虽说行动如常了, 可是魂魄受损, 根本不是一天两天能恢复过来的。 当初给他看病的大萨满, 再三叮嘱过, 三个月内, 一定要留神注意, 尽量不要失数, 以免舍闻反噬。 虽说有那枚戒指, 可以护住他的命魂, 但是这种事, 说白了, 谁心里也没有底。 两个人心里正想着事的功夫, 突然感觉四周静了下来, 很快就开始白气绰绰, 下起雾来。 刚开始还不怎么明显, 很快, 空中就像飞起了一团团棉絮一般, 雾下得越来越大了。 帐内的同龄声和着鼓声, 仍然响个不停, 看了看时间, 魏宝山和马伯通点了点头, 看来杜拉尔果果成功了。 趁着大物掩护, 皇太疾命大军迅速开靶, 绕过冀州, 直接南下, 直奔荆棘附县玉田而去。 因为气场被魏宝山做了手脚, 所以这场大物直到天明仍没有散去, 隐隐绰绰地只能看出前面不足二百米。 天刚亮, 圆崇焕就爬上了城楼, 一见满天的大物皱了皱眉, 明神观桥, 见对面营帐, 隐隐绰绰似乎还有火光, 心想, 老天爷还是有眼啊, 这场大物吓得太好了。 如今跟着自己先移步道来的只有九千骑兵, 余下的一万五千步兵还尚在途中未到, 大物多持续一会儿就会给自己争取时间。 他赶紧传令下去, 让骑兵抓紧时间休整, 城上官兵提高警惕, 严访金兵偷袭。 一旦雾散了, 马上来报。 日上三干了, 阳光耀眼, 而城前仍然是大物缭绕, 并没有丝毫消散的迹象。 袁崇幻四周看了看, 突然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城东, 城北, 城西, 一望百里, 唯有城南大物遮天, 看着十分诡异。 袁崇幻想来想去, 有些不放心, 赶紧派出一支小队偷偷出城, 骑快马到金兵阵前打探。 这支小队出了城, 慢慢地接近金兵营盘, 越走心里越奇怪, 怎么营盘内寂静无声, 实在是有些古怪。 有胆大的骑马到了金前再一看, 脑袋当时就大了, 只有二十多顶帐篷顶在最前面, 里面空无一人。 十万八骑兵像是鬼魂一般, 已经神奇地消失了, 吓得少探赶紧飞马回城, 禀告袁崇幻。 袁崇幻闻听后, 大叫了一声, 急火攻心, 加上就伤未欲, 嗓眼一闲, 挖的一声, 吐出一大口血, 两眼往上一翻, 再次昏死过去了。 亲兵赶紧把袁崇幻抬回了支州衙门, 好一番诊治, 这才苏醒过来。 袁崇幻就感觉自己的脑袋像要裂开一样, 疼得要命, 全身骨节酸疼, 抬胳膊都吃力。 于明德赶来后, 亲自给袁崇幻毫了好脉, 取出银针, 分明在上兴, 印堂, 河谷等穴位下了几根针, 袁崇幻身上的痛感, 这才减轻一些。 黄太极突然撤兵, 不战而退, 完全打乱了袁崇幻先前的部署, 打破了拒敌于济州的设想。 眼下只有两种选择, 一是入都, 二是向敌。 前者必须要抢在黄太极之前赶回北京部防, 背靠北京与敌血战, 可以上解军赋之忧, 下安万民之心, 后者则是寻找后金主力, 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, 四级偷袭, 蚕食其有生力量, 等待自己的后续部队到达后, 兵河一处, 再给金兵以中击。 袁崇幻经过深思熟虑, 最后决定, 令祖大寿立即率军尾随其后, 死死叮嘱黄太极, 不能让他在荆棘横冲直撞, 不过也千万不能和黄太极硬拼, 也占本是大金的强项, 再加上敌众我寡, 势力悬殊, 要保全有限的力量。 至于自己, 亲自带兵回京布防。 于明德不担心地对袁崇幻说, 都唐, 兵部尚书孙承宗事先有令, 让都唐立即带兵到京郊昌平, 三河一带布防, 以阻击黄太极, 都唐擅自回京, 是不是有些不妥啊? 哎, 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, 只是黄太极一向狡猾, 常常是声东击西, 而且都是骑兵, 来去如风, 行进速度极快。 他既然能绕过山海关, 就不能绕过通州, 能在我们眼皮底下跑一次, 就不会有第二次。 万一他甩开我们, 绕到京南或是京西, 就更不可收拾了。 到时候, 我们回元京城, 恐怕也来不及了, 一样是死罪。 按下袁崇幻这边暂且不表, 单说黄太极, 率大军离开冀州后, 静直南下, 一路势如破竹, 先刻玉田县, 又刻三河县, 再刻相合, 八旗铁骑, 一路横扫, 风驰电掣, 席卷京郊。 元崇幻手下, 只有九千骑兵, 打也不是, 不打也不是。 自己之常, 在于已成固守, 虽说自己手下这九千官宁铁骑, 战力之强, 丝毫不逊于八旗骑兵, 但是人家是十万大军, 九千对十万, 实在是无力抗衡, 只好一路尾随, 伺机而动。 眼见黄太极离京城越来越近了, 元崇幻决定不再尾随黄太极了, 转而直达京城, 终于在十一月十六日, 抵达京城左安门, 准备聚城而守。 元崇幻的固定战法, 一直都是坚守城池, 杀伤敌军, 戴敌皮, 被实在奋勇出击, 从宁远到锦州, 屡试不爽。 所以, 这一次也一样, 也想把黄太极引到北京城下, 诱敌攻坚, 戴其受挫后, 再全力进攻, 或许可以大获全胜。 这其实是个很高明, 很完美, 最有效的计划, 只是元崇幻忽略了一件事, 那就是, 这里是北京。